宋仲基是否因为宋慧桥越来越红而感到不满? 据预测,宋慧桥有望在2023年的青龙奖大获成功, 而宋仲基却意外地缺席了所有提名类别。 不久前,第二届电视剧青龙奖提名名单被公布。 据悉,这个奖项于2002年首次举办, 旨在表彰韩国电视剧和综艺界值得关注的人物。 一经公布,提名名单迅速引起影迷的关注和热议。 最受关注的面孔无疑是宋慧桥, 她在最佳电影和最佳女主角等类别中获得了提名。 此外,宋姓女演员主演的电影《荣耀》还获得了总共三个不同类别的提名, 包括最佳电影、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女配角。 该片由安基洪指导、金恩书编剧, 她是《太阳的后裔》2016的编剧。 剧情讲述了被一群五个同学欺负的文东恩宋慧桥报复的故事。 她花了18年的时间来报复这个由严甄林志炎, 沙拉金慧拉,在郡浦成勋, 名于金昆宇和慧珍车朱英组成的五人帮。 东恩得到了医生柳正李杜贤和江老奶奶莲慧兰的帮助。 凭借出色的剧本和实力派演员阵容, 电影《荣耀》在播出时真正引起了轰动。 通过在青龙奖的重要类别中获得提名, 这部作品再次肯定了整体影片和宋慧桥的成功。 宋慧桥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, 但他的前夫宋仲基却意外地在今年的奖项中一无所获。 据了解,过去一年, 宋慧南演员的电影《富佳少爷》引起了轰动。 该片在上映时受到了高度评价。 因此,它没有出现在提名名单中, 让许多观众不禁怀疑宋仲基是否对前妻宋慧桥感到不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